四天前我打脸这儿清 然后这儿我肿了 虎毒不食子 你看他把儿子掐成什么样 于霞和丈夫发生了矛盾 因此两人还发生了肢体冲突 于霞表示 我这儿还是性的 那儿还是肿的 都说虎毒不食子 我儿子为了拉架也被他给掐伤了 说着 于霞就掏出了手机 上面是他拍摄儿子身上有掐痕的图片 不难看出 当天发生的矛盾确实不小 被伤过的痕迹也确实不少 一番展示后 于霞又说了 自从我和丈夫发生了矛盾 儿子就回到外婆家去住了 现在我儿子不在家 我也不想回家 因为只要我丈夫回到家 空气就会紧张的凝固起来 反正这种气氛真的会让人窒息 那么四天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才会让老两口大大出手呢 此时于霞的丈夫大龙说话了 他非常气愤的表示 妻子侮辱我说 你是个男人吗 我见他这么说我 那肯定是在侮辱我 这不是再点我火吗 然后我就推了他 就着他还跟我还手 那我就打他了 按道理来说 夫妻之间有个矛盾 开个玩笑也很正常 不至于这么大打出手 紧接着玉霞委屈地 开启了花匣子 他说 之所以跟丈夫发生矛盾 是因为丈夫般的好多事 都让我看不起 他跟踪我 还对我定位 我在呢 我的行踪他都知道 我到了每一个地方 他就会给我打一个电话 然后他还明知 顾问地问我在呢 我问他有什么事 他说没事 就是问问我在干啥 还有一次是我们市里的一个 宾馆房着演习 我刚到二楼坐下 他就打来了电话 就像吵小孩一样 对我大吼着 你在哪啊 上班时间你不好好 上班跑宾馆里干啥 电话中他就是咬牙切齿这样的 我听后也懵了 这才知道他跟踪了我 然后我说 领导派我来开会 他这才没有说什么了 对于妻子玉霞的说辞 大龙爽快地承认了 他表示确实是有这种事情 这是我花钱故人跟踪他的 并没有定位 我也不会这个 之所以要跟踪他 是因为他收了一个陌生人的 520块钱 520代表着什么 这大家都是知道的 说着 大龙也拿出了手机 飞快地翻出了证据 记录中 今年的3月17号 玉霞确实是收取了 一名陌生人的520人钱 同时 大龙瞅着妻子 言外之意就是 请开始你的狡辩 玉霞当即也解释了 这520我没有 我跟这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就是互相聊天 谈谈自己的经历 生活中有太多的苦 太多的委屈 和不甘心没有地方倾诉 他也只是我的一个倾诉对象而已 我们彼此聊了两个多月 他就跟我说了一些 我也挺不容易之类的话 然后就给我转了520块钱 我也不是那种人 所以就没有这些钱 接着人家就把我给拉黑了 就这一点事到现在 我都无法跟丈夫解释清楚 我从认识丈夫的时候 他就很自卑 因为丈夫的自卑 我这些年活的都不知道有多累 他天天没事就会给我发几段微信消息 内容总是一些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心里有我吗 你怎么怎么这样 你啥啥啥的 一天天的都要给我发几段癌恶新闻 又说我让他压抑了 让他戴绿帽子了 让他这样让他那样了 没有一天让我安静过 我们之间的摩擦 争吵 都是因为丈夫的自卑 所以他才会监视我 跟踪我 这一次 大龙又爽快地承认了 他表示 我自卑 不过偷些年还好 我并没有那么自卑 现在都是因为妻子 我才更自卑的 看来大龙这话里还是有话的 只是他还没说完 坐在一旁的玉霞 抢过了话头直言反驳的大龙 你自卑是因为你胖 你有二百多斤 我有固定的工作 你也没有 我每天过的 就像是一种寡妇的生活 不知道的人就觉得 我是一个寡妇 孩子没爹 结婚这十几年 你一分钱生活费都没有拿过 都是靠我一个人的工资 把儿子养这么大 你就是把我当成了一个 自带工资的免费保姆 你一年赚多少钱 钱花到哪里了 我都一无所知 我要你有用吗 我宁愿自己一个人过 我都不想要你 此时的玉霞 说完这段话非常的恼火 他还提醒着大家要认真听 看看这个男人这么多年 到底有没有给家里 拿过一分钱的生活费 很显然 玉霞是想让丈夫出丑的 只是大龙坐在一旁 不哄不忙地解释了起来 他表示 我是2004年节的婚 08年孩子上的幼儿园 一个季度是2000多 这个钱都是我出的 后来我们孩子是择孝 不管是小学 初中 高中 都是上万的话 这些钱也是我出的 家里的其他开销是 我给了妻子钱 他每次都会说我没吃过你的 没花过你一分钱 那既然他都这样说了 我就不给他了 但是他每次问我要钱的时候 问我要1000元 我就会给他500元 因为我知道他手里放不住钱 不难看出 老两口的说辞是有出入的 就在这时 作为老两口的儿子 站了出来说了公的话 他表示 我父亲大事会管 小事不管 并不是母亲口中所说的 那么不负责任 相方我母亲从来没有肯定过我父亲 以至于十几年来 他们两人的矛盾越来越深 听完儿子的话 玉霞有些不淡定了 他表示 丈夫本来就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地方 我为什么要抱怨他 他算啥 他天天让我过得都很不舒服知道吗 而大龙却反驳着妻子 你就感觉自己人格地位比我高 天天侮辱我 你就会觉得非常的骄傲 我之所以自卑并不是因为我的身材或是没有固定工作 而是长久以来你的压制否定 深知侮辱才导致我自卑的 可玉霞不以为人的却说 我之所以不认可你 是你从来没有正视过自己自卑的问题并做出改变 还频频地做出了一些极端的事情 如果不是为了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 我早就离婚了 我到现在才发现 我们没有离婚也并没有给儿子造成好的影响 早知道是这样 我更后悔当初就应该早些离开的 儿子看到自己背了过 他直言表示对父母的婚姻持有悲观的态度 他们是改变不了的 就算今天很好了 以后还会这样吵架 我不想父母因为我的关系而这样继续吵闹着生活下去 如果想离婚 可以不用考虑我 再次听完儿子的话 玉霞沉默了 事实上大龙从来没想过要离婚 也丝毫不用怀疑他对玉霞的爱 只是爱的卑微 爱的方式不对 所以让玉霞感到了压力 这种行为只会让玉霞反感 想要逃离 而玉霞也没有真心地想要跟大龙离婚 比比叨到了那么多 说白了就是刀子嘴豆腐心罢了 如今真正到了做决定的时候 玉霞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他明白了自己确实有些倔强 每次大龙的火气也都是自己的一些话给点着的 要不然大龙也不可能对他发火 一阵子沉默之后 在众人的劝说下 玉霞突然开口了 老公 这么多年不管你有钱没钱 我都是不离不弃地跟你在一起 我想要的不是一个像明星一样长得帅有钱的丈夫 我想要的是只要对我好的就行 所以当初我啥也不图就嫁给了你 说着说着 玉霞更业了 顿了顿他继续说着 这么多年我有我任性的地方 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但是我受了很多的委屈 我总因为你能理解我 包容我 会对我好的 可所有的伤害又都是你给我造成的 我以前跟别人聊天也是为了倾诉 发现内心的压抑 这样做确实是我的不对 我也有想过离婚的念头 但我还是没有理 我一直在努力收服自己给你机会 但我真的看不到希望 如果我们两个人谁都不改变 那么这日子真的没办法维持下去 这么多年我对你的好 对你的爱 对你的付出 我希望你能看得到 如果坏一个女人的话 早就跑了 我真的不是在夸我自己 听到妻子的呼唤 大龙一把抓住了玉霞的手 他深情地给妻子道了歉 也做了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动手了 最后他也学着做了一个笨拙的笔心动作 得到了玉霞的原谅 婚姻有时候就是这样 沟通好了 都学会让一步 那所有的事情也都不适时了 婚姻中 夫妻之间需要相互尊重 相互欣赏 相互鼓励 不仅仅是只有女人需要安全感 事实上男人也是需要安全感的 好男人都是夸出来的 好女人都是哄出来的 如果每天都是一个新的打击 时间久了 心自然也就自卑了 对于大龙而言 他就是爱得太卑微 自身条件不好 再加上每天都会被妻子打击 所以才会越来越自卑 等妻子有点风吹草动时 他就会觉得自己会失去 从而做出一些 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事实上 越是怕失去 往往失去的就越快 相反不是那么在乎 反而还会被在乎 在感情中 我心疼你的不容易 你宠我的小情绪 互相迁就才最长久 生相奔赴才最有意义 王总是嫌对方付出的太少 直到有一天 互相交换了身份 站在彼此的位置上 才明白 你曾为我做的一切 是那么美好 只是有的人认识到错误后 还能重新来过 而有的人却会越走越远 珍惜眼前人 如果发现对方的优点 不要等到失去后 才发现其实自己也傻也不适 大家对此事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但是我会是优先认识到这个想法 可以认识到这个想法 可以认识到这个想法 我需要资讯到这个想法 我可以认识到这个想法 可以认识到这个想法